原标题 是马灭于怀敏之时 可见秦始皇的生父之谜 早已超越了寻常殷始的范畴 至少已经成半信始了 那么吕不韦真的是秦始皇生父吗 先看史记吕不韦传的记载 吕不韦取邯丹出击绝好善无者与居 知有身欲 此复秦庄相芒从不韦隐 见而说之 因己未受 请之 吕不韦禄 念叶以破家为子楚 欲以吊齐 乃遂献齐姬 姬子溺有身 至大妻时 生子正 子楚遂立姬为夫人 据此记载 则是说 秦始皇的生母曾是吕不韦的姬妾 有了身孕之后 才献给了秦庄先王 但这其中却有几个疑点 其一 秦始皇乃是至大妻时而生 据属汉桥舟柱姐 人十月生 此官二月 故云大妻 赵姬如果有了身孕 才被献给秦庄相王 秦始皇不可能还晚生两个月 其二 吕不韦乃大商家 其目的就是为了富贵 故而 在主官上 吕不韦也不会愿意横生之节 而使之前功尽弃 再则 现有身孕之妾 无人主乃灭族之罪 且生男生女 也各使一半的概率 吕不韦不可能不慎重 展开全文其三 秦始皇的身份 得到了秦王室的认可 秦始皇能继承王位 乃说明其身份得到秦王室的认可 而并不疑点 秦本纪与秦始皇本纪 也都明确秦始皇乃秦庄相王之子 其次 赵姬有韵乃私密之事 他人从何知晓 吕不韦现有韵之妾 无秦庄相王 在本质上跟赵高与李斯 篡改秦始皇遗诏一样 此等私密机密之事 干系全家姓名 岂不慎之又慎 他人又从何知晓 内为何却又由此流言传逝 并成为半信使呢 这其实是出无政治公结的目的 质疑秦始皇的身份 就能 否定其继位的合法性 继而能动摇其统治 政治斗争向来都是颠倒黑白 无中生有 只是为非 而无所不用其极 秦末 陈胜 吴广起义时 还委托使秦公子浮苏与楚相焉之众 能将远隔几千里的不同阵营 两个人融合在一起 撤脑洞得有多大 而当政治需要有先帝遗诏时 就会有先帝遗诏的出现 当政治需要质疑皇帝身份时 也就会有皇帝身份可疑的流言出现 甭管流言有多低级 也都会有人响应 有真上当的 也有假上当的 总之 到了失败之时 每个人都可以拼命诚信自己是无辜的 是被蛊惑而受骗的 而秦始皇又处无历史大变革的跌宕时期 其政敌数不胜数 政治流言也就应运而生 而涉及公为密文之事 又是民间最为津津乐大的话题 而司马迁在修列传的时候 就曾到各地采风 应是受流言的影响 而把吕不韦现有孕之妾乌秦庄相亡的说法 记载在吕不韦列传中 参考史记 史记等等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